Hello 大家好 我知道很多朋友除了注重自己皮膚外 頭髮亦很用心地打理 很多朋友有些頭髮上的問題 例如有些朋友會脫髮脫得很重要 又或者有些朋友會像我一樣 經常有電、票、染 頭髮會很傷 很多時候有些朋友都會問我 究竟我應該用什麼護髮產品 才能令頭髮變得更漂亮 之前有些課堂教過同學 怎樣做洗頭水、護髮素、護髮產品 我也知道有些朋友不太閒在家製作 所以我們預備了兩種 是一個已經做好的洗頭水和護髮素 給大家使用的 這兩種產品本身沒有香味 沒有加任何精油或香精 方便大家可以加入自己喜愛的精油 變成一個獨得無異的配方 針對剛才所說的兩大問題 一個就是頭髮很傷的問題 如果你是屬於一些嚴重受損的頭髮 我也可以介紹幾種精油 適合你用來護髮的 就是這裡 一般受傷的頭髮 我們可以用這三種精油 第一種叫做德國的金菊 它是深藍色的 第二種就是玫瑰草 第三種就是乳香 這三種精油 其實它對於修復頭髮有很好的作用 我之前也試過電得太嚴重 電得太嚴重 電得太嚴重 都是用這三種精油 加入洗頭水和護髮素 慢慢的頭髮的狀態就會好轉 另外一些朋友 可能有些脫髮脫得很嚴重的問題 我另外有一套精油可以介紹給大家 第一種就是伊蘭 伊蘭除了很香之外 它也是出名護髮功效非常好的精油 第二種就是甜螺 這一種就是幫助我們生頭髮 和防止頭髮也相當好 第三種就是大家一定很熟悉的 叫米蝶香 如果大家有脫頭髮 或者想生頭髮生得快一點 就可以用這三種精油 加入護髮產品 我們加的時間怎麼加呢 其實這兩個產品 你可以直接把精油加進去 然後攪勻它便可以用 比例上每100ml的洗頭水和護髮素 你總共可以加20滴精油 即是如果你買一瓶小瓶 總共是500ml的話 你大概可以加100滴精油 你就可以混合三至五種不同的精油 然後加進去之後 你只需要攪勻它 然後你每次用的時候 照平時這樣用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還想有其他護髮配方 想知道的話 可以上去我們的網站 我們也有些參考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不同的髮質 可以配搭不同的精油 做一個適合自己的配方 你又不用怎樣做 又可以做到一個非常好的護髮後果 希望大家可以試一下 到哪了 到哪了 然後到哪了 到哪了